你怎么在这里等我呢 小黄大黄 哎呀好兴奋啊 在我车上跳来跳去 哦OKOKOK 小小哥今天本来应该送我们家孩子去上学的 结果迟到了 然后现在在这里等我呢 他知道我会回来的 真的是太聪明了 还知道在回家的路上等我 刚刚估计在用狗语骂我知道吧 骂我为什么不等他 然后就送小朋友去上学了 骂了一顿之后现在好了 半路小黄也跟过来了 哎 真是一对好狗啊 好了已经到家了 两位人兄好像都已经跑累了 演一个晚啊 两位好像不怎么感兴趣啊 看看 没啥反应啊 哈哈 这小黄吃东西还挺懒的啊 大黄好像被我喂的太饱了一点啊 好像不咋饿了 看在食物的份上小黄还是站起来吃了啊 这位小祖宗不咋饿 咋就跟他来点水算了 看来是磕了 这一盒都要干干净了 再来点 小黄也过来了 还不错啊 两位还知道懂得谦让啊 小黄喝的时候 大黄就在旁边等着啊 也不振不抢的 这一下又干没了 再来点 这已经是第三碗水了 挺能喝的啊 小黄还在这里又在又在的吃呢 大黄好像完全不想动了 就躺在那里去打招去了 one two 这就是零食的诱惑 两只忌客的小眼神 来小黄 大黄 哎 都懒得抢了 完全变成家养的狗狗了 知道会给他们吃的 所以两位都懒得抢了 就等着我喂呢 懒得抽筋的那一种啊 再来点营养膏 瞧瞧这生活多好 大黄是完全没反应啊 就在旁边等着 太逗了 这两只狗狗 来来来给你吃点 真是个懒鬼啊 动得懒得动 一只手挤不动了 让他们自己舔吧 看看大黄这个懒鬼啊 有多懒 刚刚准备坐下来的 看小黄没舔呢 他又过来了 大黄你实在是太懒了 真的 我没见过这么懒的狗子啊 小黄跟大黄完全是两个挡车 看见我就把肚子露出来了 这个小含糊又想睡觉了啊 小黄又过来送我了 还是你最乖啊 大黄那个含糊 又过去睡觉了 走了啊小黄啊 这第二车会要乖啊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